全奇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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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諸神的故事》的主角 就是海爾特神話的全奇魔法師 梅林 相信有看過奇幻文學經典 哈里波特的觀眾 都不會對梅林的狐子 這句說話感到陌生 因為不少巫師都會用這句說話 來表示驚訝 身為全奇魔法師的梅林充滿智慧 而且法力強大 能夠透過夜觀星象 準確預知未來 所以他在眾神無限公司的辦公室 都相當特別 位於公司頂樓 方便他幫助不同分佈的神靈 預知未來 講到梅林最出名的時跡 一定是幫助亞瑟王成功登位一試 話說 在英格蘭國王 尤塞登上皇位的前一晚 梅林突然在他面前現身 並指在龍口噴出來的火焰遇事 尤塞將會有一個兒子 日後這個兒子 將會成為英格蘭最出名的國王 而且整個國家都會在他的治理下變得更加強大 尤塞成為國王之後 他和皇后果然生了個兒子 並命名為阿塞 阿塞出生不久 梅林突然現身 表示要將阿塞帶走 撫養成人 梅林為阿塞 密識到一位名為 艾克特的騎士作為養父 令阿塞在遠離皇室紛爭之下 絕臟成長 轉眼間 阿塞就長大成為少年 他在養父身上學習到騎士精神 養成了善良有禮 忠誠正直的良好品格 而且他作戰時有勇有謀的英勇表現 已經追得上不少有名望的騎士 由於英格蘭治國王游室病世之後 就變得群龍無首 這個時候 神奇的石中劍突然橫空出生 從天而過插在教堂墓園裡面 一塊四方形的石頭上 劍身刻著一行名文 能夠拔出這把石中劍的人 就可以成為英格蘭全景之王 梅林在這個時候又現身在大主教面前 建議召集所有貴族騎士 看看誰可以拔出這把石中劍 從全國各地趕來的騎士揭進全力 但都是徒勞無功 只有阿塞輕輕鬆鬆地把劍拔了出來 就在眾人為之震驚的時候 梅林現身當眾披露阿塞的身世 於是大家就向新國人阿塞宣誓效忠 年輕的阿塞王在梅林的輔助下 逐步樹立起自己的威信 招攬了一批中心的英勇騎士 也即是著名的元卓騎士 正如梅林當日的預言所說 英格蘭果然在阿塞王的治理下日益繁盛 而阿塞王的全棋也自此留方百世 阿塞王傳說 無疑認證了神話的影響真的可以非常深遠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根源 不知道陳教授又認為為何現代人仍然要讀神話呢? 現代人依然喜歡神話 就是因為希望打破現實的科構 讓我們的思緒磁呈在幻想之中 而神話留給現代人的遺產 我想至少是有三樣的 第一當然是文化創作的靈感 第二就是古代社會的珍貴史料 第三就是我們人民精神的塑造 舉個例子 古希臘有一個紡織女叫阿拉克尼 她技藝超群致命不凡 但是遭到雅典娜妒忌 甚至雅典娜將她變成了一隻蜘蛛 儘管如此阿拉克尼依然日以繼夜地去不停仿織 表達她的自尊、自愛和不畏強暴的精神 所以雖然時間已經過了兩三千年 但是阿拉克尼的精神依然值得我們敬佩 其實我們身邊的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中 都有很多和神話有關的事物 大家不妨用心發掘一下 再和親朋友分享一下神話的魅力吧 多謝各位收看直播的觀眾 我們有緣再見